謝謝 妳好 妳好 因為他像下聲師長 感覺就很像歌手啊 歌手嘛 是不是 發新專輯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是歌手 我也是主持人 是老師 但最重要 今天是以 口譯員的身分來的 口譯員 技師翻譯 對 其實我是他的粉絲 真的嗎 這我看過他的影片 真的 他是一個口譯員之外 他算是有在教學英文 英文非常好 他的那個 雅思是滿分對不對 是 滿分 真的有原生的轉絲 太充滿了 好 辛苦了 歡迎你 Sanra 大家好 是 我為什麼走上口譯這條路呢 是因為我從小英文就蠻好的 但是剛剛聽律師講 你大學念外文系的時候 都很認真讀書 我真的沒有 我那時候都在玩樂團 然後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夜唱 然後交朋友 露營 所以我其實真的沒有在管課業 那為什麼你從小英文就很好 對啊 你說雅思滿分 對 但是雅思我也是需要讀 有念雅思 因為他還是考試 但平常的話就是因為可能從小耳朵比較好 然後有些聲音我pick up比較快 然後也是小時候父母就是有讓我出國 後來考上口譯所的時候 我去想說不就英文好中文好就可以 然後我又愛講話 結果事實上發現的時候 我真的第一次去上課的時候 我有嚇到 因為全部來自全世界各地都集中在這個口譯所的時候 就會覺得英文好或是外語好只是基本 因為他會要測量你的反應 然後你對這個內容 像剛剛如果律師講的那些話 我完全沒有辦法翻 因為他有講到很多法律的專業 所以比方說我們到後來也會選擇自己的專業 像我就是比較選擇政治 外交 然後商業行銷 這樣我比較OK 我必須說其實CANDRA市政府部門 其實常常會特別特聘的口譯官 比如說像上次交通部長 要去參加APEC會議的時候 其實帶的口譯官就是他 那你可不可以講四句就好了 對 就是你 好 那我們請對攝影機 那不然 你現在是對村民 我們現在的場景是 最近常常會有一些國會議員的 國會外交 那比如說我們說 各位眾議員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台灣的立法院 最近台灣跟美國的民主邦交 非常的鞏固 我們樂見這樣的發展 你看他正如結束 然後鏡頭忙跳到 來 翻譯 我願意歡迎我們的客人 從美國的民主邦會議員 所以民主邦會議員 歡迎來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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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最近年來 我們有看到 很明顯的發展 在台灣跟美國的民主邦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太棒了 謝謝 請問一下 你很必須 我覺得他有講對嗎 當然是對的 我跟妳說就有這種口譯觀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很驕傲 因為低正確 而且他的痛調是非常標準 然後聲調好聽 讓人家覺得舒服可接近 速度又夠快 真的 所以我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口譯觀 我很好奇 SENGEL你剛剛寫了 寫了 對 所以我會講 你會講一下 其實因為今天有準備 因為像剛剛 像我們的筆記 就不會是一般 比方說你上課的筆記 妳要抓了幾個重點對不對 對 就比方說眾議院 然後歡迎 然後今天來到台灣 來我們的 Legislative院 所以我自己在 他說立法院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先做Process 變成簡單的英文 然後再進來 然後就接下來這兩方 然後台灣的英國 然後Development Democracy 所以這我自己會知道 我在講什麼 然後這個符號就代表 發展 向上 對 所以我們記的東西 都不會是一般上課寫筆記 所以像這一套 我也是到英國之後 就每個人又不一樣 然後那個反應就變成說 你Process要比較快 然後你的Delivery 所以就會 我自己之後覺得 真的太小看口意了 所以一直不斷地磨練 然後其實 我覺得大家都會以為 政府機關很絲版 很古版 所以我真的要平凡 因為那個部長 他們每一次都會 因為他們知道我有很多身分 然後他們都還會說 所以他們也想當Rocker 他們也想說 其實我們也是吉他手 怎麼樣啊 然後就問說 你現在還有在Bong-Z-Bong-Z嗎 就是 我就覺得所以其實 滿可愛的 人不管在什麼行業 相處起來都 我覺得都還是很講人情為 Santra應該沒有30吧 沒有 我其實很... 年紀有了 你 對 你感覺像20 25 你現在公顧了 你也傻眼 可是他聲音聽起來是超年輕的 你剛剛那是五個小孩子的媽媽了吧 還沒... 還沒結婚 結婚了 結婚了 還沒有小孩 超正經的耶 提珍你幾歲 現在有那個... 今天... 我不要看我 你可以不要回房 心經拿出來 心經 開始 人靜... 心經一突然醒來 對